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到敬拜赞美 过后我们就由我们的光网号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 亲爱的天父 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 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身处在哪里都好 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必定与他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走过泽东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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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飞起来 用你的心 伸出你手 让每个灵魂 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动 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 随风扬起 变成美丽的梦 让爱走动 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绽放阳光 绽放阳光 走过泽东 走过泽水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绽放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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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深所造的梦 让爱走动 让爱走动 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 随风扬起 绽放阳光 绽放阳光 变成深所造的梦 让爱走动 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绽放阳光 绽放阳光 变成圣所藏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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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向你的天赋 献上的感谢 感谢天赋 你爱充满在这地 感谢天赋 你私下独生子 感谢耶稣 你为我们生命 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同心 感谢天赋 你爱充满在这地 感谢天赋 你私下独生子 感谢耶稣 你为我们生命 你为我们生命 感谢神灵 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同心 你时刻与我同心 感谢神灵 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同心 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同心 感谢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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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时刻与我同心 感谢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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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感谢神灵 你时刻与我感谢神灵 耶路牙 线上尊荣情伴 敬畏在你左前 高曲双手赞美 耶路牙 线上尊荣情伴 从永远到永远 不停赞美 祝你是我的 我永远地荣耀 祝你是我的 我永远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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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從我心深處 求你名字 打開心門 领求你大 愛 你是最愛我的 阿爸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名字 高举双手 领受你应许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阿爸天父 你们有自然 靠近一切 寻找你的儿女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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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名字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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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名字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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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阿爸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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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 求你阿爸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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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神主教你阿爸 高举双手 领受你的音许 阿爸天父 我深爱你 高举双手 领受你应许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感谢主 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很棒的父亲 来到为我们正道 那么呢他就是我们中文堂的主理牧师 光我好牧师 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听道 好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再次的欢迎你呢 能够呢回到呢 基督恩典中心 献上主日机会 我们如此感恩 我们每一次的机会 都带给我们何等的兴奋 跟喜悦 但愿呢有一天呢 我们能够再回到教会 成为师体机会呢 我们一起的来敬拜 一起的听道 一起的有一个美好的沟通 与交流 但愿在线上呢 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些机会呢 一样的 能够呢 跟大家一起的服事 一起的建立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同感一灵 我们能够一起的享受 在上帝的同在里面 但愿圣灵今天早上 再一次的充满我们 再一次带领我们 我们能够何等的 积极的参与 这样的献上机会呢 但愿神大大的赐福你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爱 将我们集合在一起 因为上帝 你奇妙的恩典 助使呢 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呢 何等的积极 因为我们的心灵 是兴生起来的 我们相信 主啊 你预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天 领受 你那智慧的话语 帮助我们 特别的在这一场的主日里面 你更新我们的灵 让我们灵被挑望 刚强起来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但愿你都知道 今天早上呢 是什么吗 今天早上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子 也就是呢 全天下呢 人都在庆祝 父亲节 在这里呢 特别的要 祝爸爸们 身体健壮 心灵 横通 让我们能够呢 跟圣灵呢 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家 在工作的地方 在服事的岗位上 我们都成为 最前线的 爸爸 我们带领着家庭 我们带领着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工作 我们为主的缘故 带领着服事 都一样的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福上加福 阿们 感谢赞美神 今天早上呢 我的主题呢 为 为父的心 让我们能够 为父的心呢 我们要调整 我们的生命 去适应上帝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 一个新常态 经过了九十多天 以后呢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 都在这一个的 变化过程当中 但你不是变得 越来越差 你不是变得 也没有能力 不是的 你反而变得 更刚强 你反而更懂得 上帝的心意 你反而更知道 是上帝 在你身上 托福你要成就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 我鼓励大家 为父的心 就是呢 要调整 你的生命 去适应上帝 为何我们要调整呢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所面对的试探 所面对的所有事情 都是大的 一旦呢 我们调整了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适应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呢 在这里呢 怎么样啊 乘风破浪 我们不只是这样呢 我们也带来呢 一个蜕变的生命 使到我们呢 能够成为 为主发光 做元的生命 来成就 这时代 美好的榜样 美好的见证 但愿 我们都是 福音的使者 我们感谢上帝 在这里呢 我要鼓励 挑望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的道 是特别的 为弟兄们预备的 为爸爸们预备的 当然 姐妹们 你们也能够呢 跟我们一起的配搭 一起的服事 让我们来到 调整我们的生命 去应对上帝 前面的两点 会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 来做一个调整 来帮助我们 更像主耶稣基督 然后第二 第三个大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爸爸 你的身份在哪里 你的工作在哪里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提醒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教导 担任我们 敞开我们的心 来领受 在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 三十三节 告诉我们什么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的确的 若我们不撇下所有的 我们不能够做主的门徒 凡我们舍不得撇下的人 事物都会在我们心中 成为偶像 来期待了神 使神的权柄呢 无法在我们里面 自由的应行 也就活不出 神国的这个事迹 所以门徒 只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才能跟从主 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我心里在这里呢 特别的要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今天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期待神的 但有什么东西 就使我们 渐渐地离开了 我们的神呢 我相信 虽然在整个忙碌的 过程当中 你要谨记着 你可以撇下这一切 为何呢 因为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会计算的 但人即使呢 计算呢 清楚了 也未必呢 能够付出 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舍不得 撇下的事债 太多了 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大家 当我们这里呢 告诉大家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的 在呢 诗篇23篇说到 耶尔华本身是 Raha Raha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耶尔华 是我的牧者 的确的 耶尔华 是我们的牧者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要来到 感谢我们的主 他要呢 是我们肯 撇下一切所有的心智 而不是靠我们 自己的努力 撇下一切所有的 来跟从他 因为主耶稣基督呢 是用恩典 亲自的来带领我们 走十字架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感谢上帝 今天他要的是什么 我们一颗肯 愿意的心 而不是什么东西呢 而不是呢 我们努力 要撇下一切 今天但愿 如果你肯的话 你为你的家做爸爸的 你肯的话 你为着你的家庭 付上一切的 那就是你一生中 最美的一个祝福来的 如果你努力的 要讨好 好痛苦哦 我鼓励 挑望弟兄姐妹 但今天 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 为什么 因为耶尔华 他是Raha 就是我们的牧者 他会牵引我们 他会带领我们 他会预备我们 做更大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在 看下去的时候 这里说到呢 当我们肯不断地 接受十字架的 对付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来 越像保罗一样 的确的 保罗在这里 说到什么东西呢 他将万事当作 有损的 以致能丢弃万事 看作愤土 为要得着基督 这是在菲利比书 第三章 第八节所说到的 不但看属世的万事 为愤土 也看呢 貌似属灵的万事 为愤土 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 把属灵的这个字眼 这代号 放在我们心里面 是因为我们 很勤劳地服侍吗 是因为我们 很积极地祷告吗 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保罗说到什么东西 今天为什么这一切 都成为分土呢 因为我们跟上帝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了 当你这眼里 只有神的时候 你会把四周围的东西 都看淡 看化了 但如果今天 你眼里没有 耶稣基督的话 你会把四周围的东西呢 看得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珍贵 以至于呢 你不敢放手 以至于呢 你不敢呢 放弃一些 很跑 一些东西 缠绕着你的 而你却坐着 仅仅坐着 那一个 不属于你的事情 那么这边告诉我们 十字架 在演出 看似 沉重 难当的 但我们背起 十字架以后呢 他却成了 接受主恩典的管道 我们撇下多少 就在基督里 得着多少 阿们 只要我们愿意 跟从 主耶稣就负责 供应我们 背十字架的力量 他也替我们 负起了一切的重恶 然后叫我们 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呢 且为 精神 又喜乐的事情 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的爱 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是呢 经历到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 的事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上帝在恩典中 彰显 祂的喜乐 但因为我们今天 所背的 背负的 所有的 都是怎么样啊 清神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上帝 有第一个大点 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调整 自我 去适应上帝 弟兄姐妹 的确的 我们要调整 我们自我 今天我们太多东西 是自我为中心的 当年纪 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呢 你所谓的自我呢 就越来越重要 越中心 为何呢 可能以前 你年纪轻的时候 你没有的选择 何谓没有的选择呢 没有选择的意思就是 你要听从父母亲的话 你要做的决定 可能他们 为你预备了 为你做了 但是有很多时候 你不能够做 你当做的事情 但是 因为年龄的 越来越增长的时候 你成熟了 你长大了 然后你就 渐渐发现到 什么东西啊 那个自我 哇 就越来越 重要了 对不对啊 所以当神 向你说话的时候 他向你启示 要做的事情 这便表示 他邀请你调整 生命来适应他 而你的回应呢 也会清楚表明 你对上帝的信心 的程度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 神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启示 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这便表示 他邀请我们啊 感谢上帝 上帝邀请我们 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当一个很重要的人 邀请你 跟他一起用餐的时候 或者他邀请你 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 哇 你会发现到 哇 那个责任 好重大 好享受 然后你会发现到 在你的生命中 你会渐渐的 觉得哇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要忘记啊 今天 所有的爸爸们 弟兄姐妹 你是被上帝邀请的 是上帝 把你带进来了 当你调整 你的生命 去适应上帝的时候 哇 你看到这一个字眼吗 这里说到什么 当你调整你的生命 去适应上帝的时候 你就是准备 要怎么样啊 顺服他了 看到吗 弟兄姐妹 他还会为你 预备顺服的功夫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常常 古人说一句话 公义善其事 必先立其迹 这是什么意思呢 想要使他的工作做好 一定要先让公寄分立 比喻呢 要做好一件事情 准备工具 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 若你愿意将你的生命 交托给主的话 那就是很重要了 常言说得好 工具 那么呢 一个人 想要 在这边讲 磨刀 不误砍柴 工 是的 的确的 这是很重要 工匠呢 在做工前 打磨好工具 操作起来 就能得心应手 就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我提醒大家 当我们真的是 愿意的将自我 来到调整的时候 将我们的生命调整 归给神的时候 神就要用我们了 圣经中 随处可见的例子 帮助到我们 很多 我们来看看圣经 一些人物好吗 这里说到呢 挪亚 是的 挪亚 不能继续过 灌场的生活 又同时 建造方舟 这是在创世纪 第六章里面 所说的 的确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够 在这两者之间 不断的挣扎 我们应该呢 要学会 一样事情 我们要放下 我们的生命 来到调整 适应上帝在我们 生命中所做的 亚伯兰 他不能随机 乌尔和哈兰 又在迦南地 成为一个民族之父 摩西 不能躲在沙漠的 另一边牧养羊群 又同时 站在法老的面前 然后呢 大卫 我们看到什么呢 必须离开他的羊群 才能成为国王 弟兄姐妹 你要离开 你宿舍的地方 你要离开 你安全的地方 你要离开 那自我为中心 让上帝 好好的来 使用你 成为他 工具 就是器皿 来到荣耀 赞美上帝 阿摩斯 他说到什么东西呢 必须离开 他的上述 才向 以色列 说一言 的确的 愿啊 必须离开 家乡 并放下 极大的 成见 才可以在 尼尼威城 然后传讲 信息 弟兄姐妹 我们再看下去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和耶翰 他们必须舍弃 捕鱼的 事业 才能 跟从 耶稣 马太呢 必须离开 他的 睡官 然后呢 才去跟随 耶稣基督 最后 保罗 他必须 彻底的改变 生命的方向 才能为 上帝 所使用 向外邦人 传讲福音 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 鼓励大家 当你听了这么多 关于地点的时候 那个小灾药 在哪里呢 小灾药呢 就是 我们不能停留 以现状 从前 可以得过且过的 属灵生命 没有影响力 和动力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停留了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 向前观看 展望未来 重新得着能力 更新有力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了 在这短短的 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得着什么呢 试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 整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是不是 继续向前走呢 我们是不是 向上帝 自取能力 然后呢 我们读经 祷告 和圣灵充满 是得力的密集啊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 很空荡的时间 很有空闲的时间 我们能不能够 原读圣经啊 我们不再称之为 读经而已了 我们要研究圣经 我们要好好的 在神的话语上 查根 预备我们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能够 在往前面的道路上 我们继续的 为着祂的缘故 荣耀祂 第二个大点 是什么呢 我们要 各种调整 去适应上帝 哈利路亚 第一个 是自我中心 第二 我们要调整 各种的调整 这也包括什么呢 环境 比如呢 你的工作 家居环境 财政状况 以及其他的事情 我们要去调整的 你不再一样了 弟兄姐妹 不再一样了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人际关系 家人 朋友 业务伙伴 以及其他的人 C 这是第三 思想的模式 成见 思想方法 你的潜能 对你的过气 以及其他事情的看法 也都在调整了 还有什么呢 你的责任承担 你要承担的责任 对家人 教会 工作 计划 传统 以及其他方面的承担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你的行动 是的 你如何祷告 付出 你的时间 侍奉 以及其他的行动 包括 你的信念 关于上帝 他的旨意 他的法则 或做法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以及其他的方面 的信念 在哪里呢 今天 我们可以 趁这个机会 在各种的 调整器 适应上帝 为何呢 因为上帝 让我们在这个 新常态里面 我们可以做好多 捆合的 侍奉 何为捆合的 侍奉呢 你能够呢 同一个时间 在家里 跟孩子 太太 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同一个时间 能够在家里 怎么样啊 服侍上帝 然后呢 读经 预备你的灵修 教材 然后等等的 然后家庭祭坛 是的 这叫什么啊 这叫做一个 捆合服饰了 今天你的捆合服饰 然后已经来到一个地步 是怎么样啊 可以变化神通了 哈利路亚 是的 为什么你能够变化神通 是因为上帝 是创意的神 他要将上帝的意念 心思 加在你的生命里面 以至于 你能够做什么呢 你能够呢 明白上帝的意思 你在所行的每样事情上 哇哦 你可以做成什么啊 上帝的工作 因为你是神创造的 你有创意的灵在里面 所以最后在各种调整 去适应上帝的小灾药的时候呢 他说到什么呢 你可以做出生命调整 并呢 不是为了某种思想上的意念 而是为了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阿们 是的 上帝是创意的神 上帝是有慈爱 有恩典的 是信实的 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 所以因此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什么东西呢 不是因为你某一种思想 注使你要改变你的思维 不是 是因为上帝 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将生命调整 去适应上帝 将你的观点调整 成为上帝观点的相似 对的 将你的处事方法调整 成为跟上帝的方法 很相似的 感谢上帝 是的 上帝有爱 是永远不变的 上帝是恩典 永远不变的 上帝是信实的神 是永远不变的 你将经历到属灵生命的成长 成熟 你会更认识上帝 更认识你自己 这就是里面所调整为 上帝 越来越像上帝的 第三 这里说到什么呢 为父的心 需要调整 去适应上帝的 哈利路亚 在马拉基书 第四章第六节说到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 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 咒诅 偏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成为父亲的 你要以身作者 是的 你要以身作者的 尽心尽心尽力 爱以尔华 你的上帝 并且呢 怎么样啊 殷勤 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这是生命纪 第六章 五节跟第七节 而你可以学习什么东西呢 孝敬父母 父亲 你要以身作者 你尽心尽心尽力 爱以尔华 你的神 而你学习什么呢 孝敬父母 我相信在我们 这一个段时间 父亲节 我们都有一些阶段的 什么叫阶段呢 有一些人 是父母亲的孩子 然后有一些 不但是父母亲的孩子 他自己本身也是孩子们的父亲 所以因此呢 在这里 我们是双面的 双重的 什么意思呢 你要孝敬父母 用爱来回应父亲 进而 也用爱来回应天父 回到神以列主所立的圣月里面 免得被神从雅各的帐幕中剪除了 这是圣经里面所说到的 弟兄姐妹 我还没信主之前 可能呢 我对我的爸爸 还有一些 很负面的看法 但是呢 我信了主以后 我却对我爸爸呢 重新认识了 今天我很高兴 我能够尊敬他 我能够爱他 我能够保护他 虽然他年纪已经大了 我爸爸今年已经77岁 我妈妈73岁 然后呢 我有机会在这一个的管制令开放的过程当中 在上个星期六 然后呢 赶紧时间回去家乡 因为礼拜天是我妈妈73岁的生日 然后呢 我爸爸在上个月的母亲节 然后呢 已经过了77岁 然后呢 今天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是一个做儿女的一个福分 我也是孩子 三个孩子的爸爸 我也在以上 还有父母亲健在 有兄弟姐妹 我何等的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个星期 我感得及庆祝父亲节 又庆祝我妈妈的生日 虽然那一个五月份的管制令里面 不能回到他们当中 但我仍然的庆祝了父亲节 跟我爸爸的生日 我何等的感恩 我感恩的是什么呢 从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思维 一个行为 然后改变过来 原因是在哪里呢 原因是因为 我认识了阿爸父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父亲节 有可能很多人不喜欢父亲节 父亲给孩子们带来 太多负面的思想 人对父亲的误解 就使我们很难 跟父神有个美好的关系 你不要忘记 如果今天你是爱你的神 你的上帝的 你是借着在线上接受主了 或者你的朋友或小组 或机会当中 以前之间 还没管制令之前 你得救了 你信了主 然后你开始 渐渐的学习神的话语 你认识了这位天父 我要告诉你 上帝的爱就加在你心里面 你切乏对你现在世上的爸爸的爱 我告诉你 因为上帝属天的爱 加在你心里面 你就有能力去爱他 今天我爱我爸爸 我尊敬他 我要保护他 我要愿意用我一生的生命 向他献上我最大的感激 为何 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 虽然之前的负面 但已经不再是一个困绑里的 这个锁链要断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跟你爸爸 没有美好的关系的 我鼓励你 你要破除这个困绑 借着这一场机会 你有机会 咬个电话给他 你有机会 现在你可以离开你的地方 下你的车 然后去寻找他 如果很靠近的 带他去吃一餐 丰富的 美好的 当然不只是在父亲节 你可以做更多事情的 是的 弟兄姐妹 你能够做的 你知道在接下来说到 施洗遗憾的使命 就是一被人心 使人悔改向神 父亲与儿女 儿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才能恢复起来 每一位父亲 都有一颗特殊的 父亲使命 是的 就是要效法天父 不要让你的儿女 因为自己的坏榜样 而误解了神的性情 今天 许多父亲在家里面 不是窃息的 就是设置的 甚至是暴君 以致呢 占无了父亲 这一个名字 最终使儿女季节 惧怕天父 导致咒诅遍地了 弟兄姐妹 做爸爸的 我在这里鼓励你 你要有父神的爱 在你里面 不要忘记 爸爸是没有离开我们的 你今天你没有机会窃息 你没有机会设置 因为在管制令里面 你哪里都不能去 对不对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爸爸们 你要改变过来 你不要成为家里面的暴君 你呢 占无了父亲 这个名字 父亲的名字 是很重要的 他就如同上帝 天父一样 爱他的儿女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 每个父亲 都应该让儿女 体会到什么啊 虽然自己并不完美 但却借力地 效法天父来爱他们 是的 教导他们 让儿女 可以从自己的身上 看到天父的影子 这样 当儿女听到 神是自己的天父的时候呢 才会从心里说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 虽然爸爸有时候做得不好 在这里我也鼓励妈妈们 我相信母亲节已过了 也鼓励了你 也挑望了你 如果你是做妻子的 做太太的 在家里 你要跟爸爸一起的配搭 跟你的丈夫一起配搭 你要鼓励孩子们 让孩子学会 爸爸的重要性 在哪里 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是这样 你知道我能够做一个 好爸爸 当然我不敢称之 我是非常好的爸爸 但是呢 因为我的太太 在我身边 不断地鼓励我 不断地带领 然后常常给孩子 很正面的观点 我告诉他 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使这个家就有爱在里面 这家就有彼此相爱的 这一个的催化剂在里面 弟兄姐妹 是的 一个好爸爸 一个好爸爸 要有妈妈在背后 给孩子 关输正确的思想 一个好妈妈 也要有一位爸爸 在背后 关输好的思想 给他孩子 这样才会有一个 完整爱的家 他不是完全 但他至少是 整整齐齐的 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 当个好爸爸 在最后 我鼓励大家 好 当你当一个好爸爸的时候 孩子呢 会较健康的形象 的确 他会有美好的形象 第二 他不容易受 同辈压力影响 是的 我的大儿子 不常被同辈影响 为什么 因为有爸爸的形象 在他里面 富有同情心 是的 他们真的是 超有同情心的 他们多么希望呢 把家里呢 成为动物园这样 什么意思呢 看到小猫 就要养小猫 看到小狗 要养小狗 看到昆虫 要养昆虫 看到鱼儿 要养鱼儿 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他们的同情心 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这么一样的事情 你当对爸爸了 你当对妈妈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 他们自我认知能力 超强 的确 他们知道 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什么 你放心 弟兄姐妹 如果你当个好爸爸 你当个好妈妈 有一天 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要读大学 他要去国外生造 我告诉你 你大可放心 为何呢 因为他 自我认知能力 是超强的 他不会被人影响的 你相信我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他有天赋 在他心里面 阿们 最后 他学术成就呢 会比较高的 感谢神 是的 为什么你的孩子的 学习能力 成绩会比较好呢 因为他充满着 父爱跟母爱 在里面 他不是溺爱 不是乱爱 他乃是一个 很健康的爱 在里面 就使他成长了 最后 我的结论是什么 上帝 许悦 我们 以他为主 所以 对他的调整 出于顺服 和适应 是的 我们应该 带着顺服的心 来适应 我们的天赋 爸爸从来 没有给不好的 给儿女的 一样 我们的天赋 也不会将不好的 赐给 他的属灵 孩子 然后呢 我们 为了一个 有位格的上帝 在这时代 而调整自我 阿们 是的 上帝 是真实的 他的位格 就是让我们 能够明白到 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 哇 好伟大的爱 我不能够领受 好伟大的恩典 我不能够领受 不是 他反而让我们 看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他是真真实实 实实在在的 活在 每一个家庭里面 今日的爸爸 有颗为父的 对 为父的心 对孩子 就如父神 给他孩子的调整 和适应了 这位 呼召我成为 爸爸的上帝 也是那位 使我遵行他 旨意的上帝 阿们 但愿在这个时候 这个机会 我要向大家 来说一声 父亲节 蒙恩蒙福 让上帝的爱 在爸爸的心里面 不用担心 爱在心里 口难开 爸爸永远说不出口 这句话 由妈妈来代替 说 你错了 爸爸 你要常跟你的孩子讲 你爱他 要证实这一点 你就必须要做出来 大胆的说 孩子们 爸爸爱你 或者是各自的 对他们说 老大 老二 老三 爸爸爱你 是的 最好像今天 我在这线上 我跟我的孩子说 雨萱 我爱你 乐萱 我爱你 永萱 我爱你 一样 是真的 当然 我也很爱我的太太 婉恩 Esther Chong 那么呢 今天 我要告诉你的 是什么 一个家庭 充满着 上帝有位格的爱 然后你一定是一个 完完整整的家庭 是一个 整整齐齐的家庭 它不完全 但 它却因为这样 让大家 完整起来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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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衷 护衷 你 像孩子 没有 话 护衣 紧紧贴近你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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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天父 天父 你 你 帮被 拥抱 我 爱 我 到底 你 你是我的 天父 你 一生属于你 你 你为我 洗尽过去 脱去 蚂蚁 你 拥抱 你 拥抱 拥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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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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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求你的命 天父 天父 你在这里 你永远拥抱我 爱我到底 你是我的天父 我一生属于你 这一生进去的路 走在其中 我只需要你 我是你的孩子 虽然会转向你 我的生命只为你 写上给你 我只为要荣耀你 全心全意全力抛向你 大声唱出 天父 我爱你 全心全意全力抛向你 全力抛向你 全心全力抛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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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全心全力抛向你 全心全力抛向你 全心全心全力抛向你 全心全力抛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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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你在这里 天父 天父 我呼救你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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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 让我离开 让我离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你祝福祷告 阿爸父 我要谢谢你 赞美你 在电视荧幕上的所有的爸爸们 我要恭敬地交托 主啊 我们听了这一首诗歌 我们知道这首诗歌 在现在我们的父神 那伟大的爱在里面的时候 上帝啊 让你成就这一切 美好的祝福在爸爸们的身上 让爸爸身心灵健壮起来 他们是家里的柱子 他们是家里的光 他们是家里的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你带领他们 让他们的双手充满着 主啊 你给他们的恩高能力在里面 不管他们走进河场 工作的地方 服事的工厂里面 主啊 他们仍然有上帝 你的带领 以祝福在里面 今天早上 我宣告 上帝你祝福的灵 大大的充满 在每一位爸爸们的身上 当爸爸们举手领受的时候 主啊 你从天敞开 你的天窗将祝福 倾倒下来在爸爸们的身上 他们几乎重新得力 要做个好爸爸的同时 让上帝你带领他们 他们愿意顺服 愿意谦卑 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这时候呢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收 这一个早上的奉献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 我们相信一样事情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的 你不要忘记 耶和华以乐 是我们的供应者 有给的 上帝就加给你 的确 这要尊敬地 抓住 上帝的应许 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会经历到 好多好多的试验 考虑 甚至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好不好 我再酬一点点的金钱 来为我自己准备 预备好的 然后呢 主啊你明白了 我不给教会是暂时的 然后教会一开了 我就给 的确 我知道你的心 我明白你的出发点 但上帝要的不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累计呢 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除夕呢 但没有错 除夕是对的 但有一样事情 我们必须要深圳知道的 当你先把出熟的果汁 尊容耶和华的时候 你的仓房就充足友谊 这是在真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担念弟兄姐妹 我们带着一颗 全为爱我们父神的心 我们来给 今年早上的奉献 我为大家做一个祷告 阿爸父我们要谢谢你 主啊有给的 你就必加给我们 主你告诉我们 当我们赏识 试着上帝你为我们供应的时候 主啊你不忘将天窗打开 倾讨你的祝福 来到在我们身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管我们所给的十一奉献 不管我们给的这一个社区关怀的奉献 或者是等等的宣教基金 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上帝啊 你是从来不叫义人切罚逃犯的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越来越亲近你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靠近你的时候 主啊你从来不叫我们 失去我们该有的 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今天我特别的为这所有的弟兄姐妹 手中的奉献 来到祝福祷告 求主让这奉献 透过我们的这个e-wallet 透过我们的boost 透过主啊 我们用这个银堂转账方式 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 上帝啊 你仍然的要祝福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 丰盛的父神 要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上帝赐福你们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愿上帝赐福你们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上帝祝福您 Shalom大家平安 这里有几项报告 下个星期 同样有线上崇拜 由主任牧师 夜鬼堂牧师 为我们证道 在此 鼓励弟兄姐妹们 能够分享及转发 每个星期一日的 主任崇拜连接 给您的家人及朋友 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吧 鼓励大家能够参与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在下午一点至两点的 诗篇91篇 策略性守望 面子书 Facebook 线上祷告的直播 一头为着我们的国家 教会 及个人的需要 祷告